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雅铭,继续来播讲盖尔泰宝 我们接着来说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 在中国所发生的关于训政的辩论 那么由于在国民党扩大会议以党政改革作为新的诉求 所以呢,在中原大战凯旋归来之后 蒋远时决定接受其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 1931年5月5日所召开的国民会议 在开幕致辞里呢 蒋远时就大谈其对西方政治理论的看法 他认为西方民主政治决策旷日持久,缺乏效率 即使是在英美,也难免有效能持日的弊端 而在缺乏英美历史背景的国家 像法伊斯政党执政之前的意大利 实施民主政治是非常不容易的 此外呢,中国民国初年以来 实行民主政治的经验欠佳 再加上当前中国内忧外患层层进逼 所以蒋远时认为民主政治并非是中国所应该采纳 基于这样的看法 即使当时国民党内外要求撤销党制 结束训政,开放政权 蒋远时仍然主张维持训政 按部就班的贯彻党制 那么在这篇开幕致里呢 蒋远时他也介绍了法伊斯主义 他说,法伊斯主义本超向主义之精神 以国家学说机体作为根据 以公团组织作为运用 认定国家为至高无上之实体 国家可以要求国民之任何牺牲 为民族生命之绵延 操制者即是进化阶段最有效能者 蒋远时虽然认同法伊斯主义中的民族主义 但却却无法认同法伊斯主义国家 积极向外扩张的那种策略 他认为这不符合大从思想 此外呢,蒋远时他也坚持 每个国家都有其客观的环境 所以他相信世界上绝无可以完全移植之政治 但是不可否认 法伊斯主义作为进化阶段最有效能者 他确实吸引了蒋远时的注意 1932年5月17日 蒋远时研究了法伊斯党的条件 认为其具备者应该有如下思想 首先,国民性的衰落 二,社会基础的不巩固 三,宪政没有上轨道 四,有特殊的杰出的领袖 他认为当时日本的国情并不符合这四个条件 所以他断言 日本军人想要组织法伊斯政党 只会霍乱日本 劳民伤财 最终呢,只会失败 不过蒋远时的言下之意 他认为中国倒有不少吻合这四项条件之处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 蒋远时也曾描绘过 未来中国的理想政治制度的蓝图 1932年8月 在国民党内外思考政治改革的时候 蒋远时认为 中国的政府应该访美国制 中国的立法 应该访效德国经济会议的三院制 选举制度呢 应该是地区和职业并重 对于中央地方的权限关系 应该仿效法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蒋远时所向往的 是中央集权 以及权力集中的总统制 在议会设计上 则是赋予国民党中央会议 独占一院的优越地位 但是蒋远时的这种思路 只是灵光乍现 他根本上还是坚持一党治国 蒋远时信仰一个主义 一个政党 一个领袖 他认为革命需要一个中心 他曾经说过 俄国革命 就是因为党的组织统一 指挥集中 有唯一的领袖来指导 所以成效颇大 此外呢 革命非专政不行 一定是一个主义 一个党来专政 集中则团结坚强 系统单纯 容易发生效力 统一则系统单纯 整理有方 军权如此 党权政权 也应该如此 革命需要忠心 最后的仪归 仍然是一个领袖 在1月26年的中山剑事件之后 蒋远时在言语里 经常是以革命领袖自居 并且把自己和孙中山并列 而且呢 他的这种趋势 随着北伐军事的胜利 而越发的明显 但是与此同时 蒋远时领袖的自我形象 却屡遭挑战和冲击 除了在北伐期间 国民党内部呢 就屡有限制 蒋远时权力的措施 而且在宁汉河流的时候 蒋远时更是被视为 因为国民党的分裂负责 而被迫下意 他权力的扩张 经常和个人专政 个人独裁 划上等号 非常多的人 加大和莫索里尼 相提并论 9月8前后呢 蒋远时的权威 再次受到了严厉的挑战 中央大战胜利之后 蒋远时本来是躊躇满志 那么1930年11月 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里 蒋远时 以中央政治会议常委 国民革命军 海陆空总司令 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 兼任行政院长 并且在1931年6月15日 颁布了中华民国 国民政府组织法 进一步的把他的权力 法治化 但在同时 以立法院长胡汉民 被简离师所拘留的 汤山事件 作为导火索 反蒋势力 集中于广州 成立了国民党中央 职监委员非常会议 和广州国民政府 宣誓 护党救国 打倒独裁 而一发出的宣言中 就提到国民政府 民主化的要求 宁悦上海和平会议之后 蒋 汪 胡 三方 各自召开了四全大会 汪胡以简离师下野 最为条件 那么12月15日 简离师下野 随后呢 四届一中全会中 就通过了 涉国民政府委员会 国民政府主席 不负实际政治责任 及不兼任其他官职 由行政院长 负责任免废除总司令 这一系列的决议 1932年元旦 孙科就任行政院长 不久呢 他已无力解决时局 促请汪精卫 胡汉民 简离师 回南京 蒋 汪等人 在协商之后 1月28日 中正会任命 汪精卫 作为行政院长 3月6日 四街二动全会 决定恢复军事委员会 简离师被任命为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以胡汉民为核心的 国民党西南执行部 则对南京保持半独立的状态 从制度形势来看 这个时候 简离师在权力分配上 表现出了高度的妥协 简离师承认 在1929年的三权大会之后 国民党因为派系斗争 和组织涣散 呈现出支离破碎的状态 但是对于党内 千方百计的 想要抑制他权力的做法 简离师是极为不满的 1930年中原大战胜利之后 简离师倡议 召开国民会议和制定约法 被胡汉民所组 他深感气愤 他曾经对陈立夫 言及此事 说胡汉民 专想让别人成为他的傀儡 根本无法与之共事 简离师还说 一位党国而容忍已久 然看人面目 看人束缚 他鼓励自己 唯有自信中华民国 必能自五人之手复兴 以此希望 疗与滋味 宁月分裂之后呢 简离师更是有 处境之难 有谁知之的感叹 1930年初 简离师就任军事委员会 委员长后不久 他就有了 强低压境 人心浮动 我不做中流砥柱 还能有谁的想法 对于行政院长汪宁卫 简离师认为 汪宁卫根本无法担当大局 1931年5月 国民会议结束之后 由于搅拢失利 而广东方面风波未平 为了巩固实力 并且应付各方的挑战 简离师开始筹组核心组织 来解决诸事 散办无度的这种问题 1931年10月初 简离师就召集了皇甫亲信 嘱咐他们要筹办组织 来巩固团结 12月 简离师下决之后 这件事情就更加的急切 1932年2月 简离师首先成立了 三民主义例行社 作为革命执行机构 3月份 以皇甫学生作为基础的 中华复兴社 接着成立 那么这些动作 就引起了日本舆论的注意 天津大公报 也表示关切 7月份 简离师发表讲话 否认大公报中 关于法律师的团体组织 真相的报道 并也致电给大公报 表示 中国革命的组织和方式 只有以中国国民党 孙总理所定制固有组织和方式 方能完成 中国国民革命的使命 否则 如果仿效外国革命的方式 和中国民族性 绝对相反的组织形式 而贸然将之 用于中国的话 则不但革命不能成功 而且国家和民族 也不能允许 有此实验的时间 然而在国民党党内 复兴社 已经被很多人 称之为法律司派 或许是为了 化解外界的疑惑 所以简离师呢 在国民党 四届三中全会中 就提出了 国民参政会案 并且亲自说明 说这个提案呢 一则可以集中 全国的人才 二来呢 则可以使国民 共负国难责任 三是 为还政于民 做试策 那么第二日 在讨论宪法案的时候 会议中就多有 不愿意有宪法 并且不愿意决定 发布宪法之日期的人 简离师当时还说 天县哪有无宪法 而可以成立的国家 去年胡汉民 立主不要约法 意图保其四党 得以永久保持政权 此乃七国七党 七有七民 实为小人之举 是其不量力 不渡德之甚矣 而反乌 欲为独裁 岂不可笑 故意决定主张 宪法之早公布 以本党成败之生命 完全取决于 此三年之中 如不早定宪政时期 则无他法 以促进本党之团结 及整理 那么1933年 3月30日的中常会 简离师更是表示 如果因为国民党的纠纷 而耽误国事 则不如提前召集国民大会 希望全国人民共同努力 简离师表态支持宪政 除了想平复党内外的压力 更有想消解党内争斗的考虑 不过他的这种表态 更是一种政治操作 虽然简离师在党内的 重要会议场合 表现的一如一个 支持宪政论 但实际上 简离师党制的立场 并没有任何的改变 而且由于对严重组织 强化纪律的极切需要 他经常在特别的场合中 再三的宣传 苏俄的共产主义 和德国意大利的法伊斯主义 他筹划党内小团体的动作 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还专门派人到德国和意大利 进行考察和学习 另外呢 他也密切注意胡汉民 成立秘密政党组织的传闻 1932年11月30日 他就对陈里夫说 如果明年不能形成新党的基础 则再过三年 云年五十 救国之日越短 希望更少 故于日息为国家 为民族 深思熟虑 一切要证 必迅速推行 争取时间 由于党务为己务 蒋介石呢 他把民族复兴 和自己的命运 联系在了一起 认为组织和纪律革新 这是民族复兴 最重要的手段 在蒋介石的催促之下 以陈果夫 陈立夫为首的CCC 也开始了小组织的筹划 首先有清白团的成立 其后呢 在各省的党部 发展组织 中国国民党 忠实同志同盟会 其政治纲领有六条 那就是 信仰三民主义 实行五权宪法 努力国民革命 复兴中华民族 拥护最高领袖 例行安内攘外 并且规定了会员入会 必须填写表格 进行宣誓 效忠蒋介石 服从蒋介石的领导和指挥 有些地方的组织纲领 甚至还以德国纳粹党 作为蓝本 除了在党军系统 筹建小组织 来凝聚派系势力 作为革新的基础 蒋介石呢 也开始构建 对外的监控体系 陈立夫就深刻参与到 这个过程 1月28年3月 陈立夫兼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科长 这个科呢 在1934年4月 改组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 合并军事委员会特务处 由陈立夫担任局长 此外 1933年2月 蒋介石命令陈立夫 以情报局副主任代理主任 陈立夫立策为国 蒋介石更是叮嘱他 对于党务 政治宣传 和组织民众等工作 要积极进行 来巩固革命基础 而这些机构的职能 除了是党的耳目 也必须是蒋介石本人的耳目 陈立夫当时坦白说 这些组织 他履行了内部整肃 外部排除 以及巩固领导中心的功能 长期以来呢 民国的史学界 对于蒋介石 是否采纳了法律思主义 议论纷纷 莫衷一世 事实上 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初期 蒋介石的确深受 法律思主义的影响 并且采纳了某些 法律思主义的要素 但是蒋介石呢 他也强调奉行三民主义 不在国民党之外 另行组织新的组织 不鼓吹种族主义 扩张主义 和大量的动员群众 这些都和德国 意大利的法律思主义 截然不同 一些所谓法律思主义的特征 比如说特务组织 社会军事化 民族自信 领袖崇拜 和统治手段 这在仿效 德国意大利之前 都已经出现了 只能说 受德国和意大利的影响 更进一步的发展而已 这个时期呢 蒋介石锐意追求的 乃是一种 唯一领袖领导下的 党国的权威体制 或者可以说 在918之后的 虚拟危机里 蒋介石从 法律思主义的 国际潮流里 找到了一个 修正 现行国民党 党制体制的方向 而陈利夫 也认同了 蒋介石的这种 政治观点 不过呢 在上个世纪 三十年代初期 尽管对于 意识形态的争论分成 但陈利夫 他重申 三民主义 是中国人的唯一选择 他说三民主义的伟大 就在于他无所不包 陈利夫当时说 如果我们十分明了三民主义 一定相信 什么共产主义 资本主义 法律思主义 都没有三民主义伟大 因为他的好处 三民主义 都包括尽了 其中呢 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 固为国民党所不取 针对当时 蒋介石 被外界所质疑的 法律思主义的取向 陈利夫说 法律思运动 完全提倡精神 比弃物质 意大利的莫索里尼 德意志的希特勒 其所形式 便可略见 陈利夫认为 这个法律思运动 虽然一时破剑精神 不过是犹太思想 和非犹太思想的斗争 实在推移 各有其他的传统背景 则和我国可以说 全部相干 陈利夫认为 中国有中国的历史背景 实在的需要 自有其独有的革命方式 和革命主义 但他也承认 会被法律思主义 所影响 他进一步的表示 如果说法律思的长处 是精神 那么三民主义 也有超越之处 说到精神的恢复和运用 民族主义 讲得非常的透彻 而军政 训政 宪政 三个时期中 各种不同方式的运用 也是法律思主义 忘成莫及的 军政时期中 孙中山就主张 以武力 来扫除革命建设的障碍 只不过不能像 其他国家那样 任意暴动罢了 说到组织制度 孙中山当年也主张 领袖制 也就是总理制 国民党组织的特殊演化 并没有违背 现代世界的潮流 换句话说呢 法律思主义特色的 民族主义 武力运用和领袖制 实际上已经包含在了 三民主义里 国民党组织的演化 是符合 这一现代世界潮流的 甚至还有超越之处 那么陈立夫的 这种观点 与其说他否定 法律思主义 倒不如说 他从法律思主义 这股当时的 现代潮流中 找到了三民主义的 新的时代价值 请不吝点赞流中